5點18分帶你來關心天氣 今天北部地區的雨明顯縮小了 主要降雨集中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北部宜蘭 花蓮 台東還有恆春半島一帶 那麼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大致都能看到陽光是多雲稻晴 那麼趕快來關心明天的天氣狀況 我是吳軒彤 基本上明天的早上還有晚上 還是屬於比較涼的 但是不會有極低溫出現 倒是要留意白天溫度是逐步的回升當中 所以明天除了溫度慢慢的回穩之外 在整個東半部的降雨 也會比今天來得再更加的縮小 我們就來看這一週的溫度趨勢圖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是一個逐步回穩的過程 甚至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高溫有機會來到26度 而在中南部地區則是有機會來到29度 都算是滿熱的 而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下一波的強冷空氣要慢慢的南下 到時溫度的降幅會很明顯 但是這一週還不到最冷的時候 最冷的時間點落在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 到時候這強冷空氣南下 它的強度有可能會達到強烈大陸冷氣團 甚至逼近寒流等級 意味著在北部的低溫很有機會會下灘到濕度以下 當然大家關心的是它是濕冷還是乾冷呢 目前看起來這一波強冷空氣 前半段是屬於比較濕冷的 而到了後半段呢 禮拜三的時候才會慢慢的轉乾 再來關心水氣的部分 明天後天是相對天氣比較穩定的時候 到了禮拜五高壓回流轉成為一個東南風的時候呢 在這些地方容易會有一些局部的零星短暫震雨 而禮拜五的晚上也會有一道封面建立 慢慢的通過台灣 所以禮拜五禮拜六台灣的水氣會增加 到時呢北部地區迎封面地區都會降雨 而到了禮拜日降雨會比較集中在北東地區 但是呢中南部的山區和近山區 也是因為會受到華南陰雨區東移的影響 所以會帶來一波的雨勢 而預計禮拜一禮拜二 在中部以北的高山 有機會會看到有結霜或者是霧松等等的情況 甚至更高的高山呢有可能會下雪 所以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上山的話 要留意這道路上的結冰 而到了禮拜三的時候才會變得比較乾冷 而到時乾冷呢要注意的就是早晚的輻射冷卻效應牆 會有極低溫 而到了白天溫度就會慢慢的回升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說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